今天大家当然都在关心台风的动向 我们用大盘的走势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实际上 下跌的过程里面我们要 看一个现象 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 黑K棒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尤其是从这个高点拉回来念念开始 实际上红棒只有两天 那10月18号开始红棒的这两天 这一天是属于开低 开低去往上做一个反弹 但没有越过前一根的K棒的高点 所以这个严格来讲 只是来补缺口以后的一个多头抵抗 那这里算是一个开高 开高要尝试由空翻多 但是前面的一根K棒的高点又没有过 所以第二天做出了一个假突破之后 它实际上还是在隔天开了一个向下的缺口 那我们可以解读 这些下跌的逻辑都很好解读 包括像这个地方是大家担忧这个选情 像今天是选情加上一个台风前的一个卖压 但整体来讲我们会看到后面这三天量 已经大概下不太去了 大概底量去在这附近 这怎么说呢 台风开地下来又遇到台风 那很多人都已经离场了 可是再怎么离场 现在看起来的话底量大概就在这里 好像是类似一个铁量的概念 大概三千出头了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OTC OTC的话它比较特别 持续在一个量缩的过程里面 当然也跟这个台风有关 不过OTC今天在跌的过程里面 它比较特殊 因为这几天OTC是有上涨的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小型股本来是有提供价差 提供价差这个概念很重要 所谓提供价差就是说 提供给市场上赚钱的一个机会 有的时候你没有提供价差 行情非常的强 一直停在高涨震荡 比方说像我跟大家讲过 很多强势的股票 它停在高涨震荡 它也不拉回也不创新高 它就没有提供价差 空有一个很强的姿态 但是它没有提供价差 事实上小型股有在这里提供价差 有提供一个价差 但是最近这几天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照说来讲应该要拉回来去取一个量 可是你可以看到OTC的成交来到1000亿以下的时候 它基本上也说不太下来了 说不太下来 那说不太下来你会担心说 有另外一种量能退潮 它虽然量不收 但越来越少对不对 可是你看量能退潮要搭配不断的创新低 它今天也创不了新低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讲 大盘从低档弹上来 大概两个半月以后 遇到美国总统的大选 大家想要知道结果 那么又遇到这个台风来袭 那这次台风我看那个云图蛮厚的 很大一个那个区块 尤其是预测明天的那个中心范围 看起来是要从我们的右下方这样扫上来 所以很有可能周四当然也有可能就放假了 那周五就还不确定 当然这个是我们在周三的时候盘中市场上投资人的预测 但正因为如此有人觉得说我今天买的股票 会不会遇到明天的台风 我就要留到下个礼拜呢 所以那个买盘就缩手了 我们来解释这种现象 通常在台风的时候因为害怕台风而缩手 它往往形成什么样的条件 那一般来讲分两种 台风往往代表一个转折 如果你在台风之前是一路上涨 高歌猛进完全都没有拉回 那么台风一来往往会打乱这个步骤 因为这个时候你正乖离很大 美国国家实际上跌一天以后 它事实上就会有可能会造成拉回来很深 为什么呢 因为你放假一天跌一天 隔天只要没有拉上去的话 等于我们跌两天 就如果美国一天跌两百 两天跌四百 我们等于一天要挨五百 就是那种概念 所以往往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缺口 然后反弹不上去造成反转 或者是说有一个三到五天的拉回 但第二种情形是说 大盘指数已经先跌 然后在这个时候遇到台风 那就变成是最后一个赶底 这种赶底的状况 反而会有机会在台风之后再拉上来 所以整体来讲 我简单来说 我觉得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有点类似也接近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那么台风过后就是再无变数 行情有机会去做一个上工 那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的级别 这是一个日落 对不对 周线的级别日落 一般来讲会有交代 那交代的话就要看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这里是不是要来 测一个低点再走上来 那我们说这一根 因为这边有代成交量 所以它的代表性很低 什么意思呢 一般来讲 你要呈现一个有效的这个日落 那你通常是出现这种量能很大 然后去把它灌破 对不对 你如果本身在这个地方 下来的成交幅并不是很大 那市场上就比较没有共识 所以下礼拜几种方式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应该就是在什么地方 大盘 美国股市毕竟已经选完了 它要能够开上来 在这个范围里面 做一个整理 那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 有部分的大型股还是在交代一次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行情 我怎么解读呢 很起来我觉得换股 我觉得重点就是换股 那换股的这个逻辑就是说 有一些在今年已经涨很多的股票 你确实要换到 2025的一个布局 那尤其在今年第四季的布局 我们今天看到行情是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集团股持起比落 对不对 东元集团之后 又有华兴集团 华兴集团之后 当然今天有鸿海集团 那我们就简单来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或许投资人觉得说 我要等到这个选举完以后再做进场 那我们现在来看 你有几种情形 第一个是礼拜一你才进场 有没有可能 有啊 如果放两天就是礼拜一 第二个情形是礼拜五要上班 这种机会点也存在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周五收盘之前 你有最后一个布局的机会 什么布局呢 就是说因为你接下来要面对美国大选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你还有最后买些的机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要无论如何把握周五来做进场 那有部分投资人说 可是这里不是看起来有呈现一个周级别的日落吗 那正如我所说 假设说礼拜五回来上班 这个周级别的日落变成一个下影线的话 那就代表这个量缩形成一个假日落 好那如果说这个地方要等到下个礼拜开盘回来以后 再做交易的话 那就要像这样子 有没有 下个礼拜的红棒收在这个礼拜低点的上方 那就代表行情再回到一个多头里面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几个 最主要台积电 主要是台积电 台积电 台积电就看怎么反应了 当然下个礼拜就是关键了 那选举结果出来以后 两边走的任何一边都代表市场的方向 那我认为这一次其实在没什么大利空 你要说是利空也好 我认为是一个 对半导体来讲 甚至于就是说对台积电来讲是一个杂音 但你说是利空我认为也说不到 但纵使如此的话 那其实你已经跌了大概有100块了吧 对不对 跌了应该大概有100块了 上一次回撤的这个位置是测在颈线的上方 所以这个地方有强而有力的支撑 照理来讲 拉回来到一半左右就要开始准备买方了 那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是在于说 1000块到底算不算是整数的关卡 因为你最高到1000亿嘛 那高档如果你没有追到的话 拉回来1000是不是买点呢 因为你这一次如果是站上整数关卡的话 以后你就是1000块台积电 那当然这个在选后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表态 我觉得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现在要做的是说 多头既然在这边有利手 那我讲这句话不奇怪 多头确实有利手 只是说多头是针对第四季 要买的股票 它去做一个承接 那有人说这不是废话吗 其实不太一样 你要这样子想 有一些股票它其实 拉回的过程当中 今天有稍微做指纹 那稍微做指纹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阳辰 他今天是不是稍微 在拉回的时候开始出现第一次的抵抗 你在打右脚的股票也是一样 稍微出现第一个抵抗 就不要让它破前提 所以今天你看下跌106点 好像大家都在跌 跌的加速也算蛮多的 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过去的五天里面先跌过的股票 今天大部分都反弹 那这就是一个进场讯号 因为你已经等到这个拉回了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 OTC没有再创一个新低 对不对 它这个新低没有创出来的话 就代表下个礼拜准备反攻了 尝试去做一个反攻 然后盘面当中会出现一些 不想留着过 去扛那个台风风险的股票 那通常就是在短线涨幅很大 短线涨幅很大 就是出现这种压回 那我们不妨来想一件事情 到底是谁买到今天的涨停板 有没有人买到今天涨停板 有啊 最高是成交46.2 什么样的人会买到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连续两天都买不到 很难的 你这里已经拉上了一根 两根三根四根 第五根涨停 它试驾去买开盘价 你觉得合理吗 拉了五根涨停的股票 你试驾去买开盘价 你觉得有合理吗 那有人会说也合理啊 如果说你买到的话 说不定台风过完两天以后 下个礼拜又跳第六根 那这种机率 你以为都知道太低了嘛 那也有人说 可是昨天去买第四根的人 到今天早上开盘出 他就赚钱了 但你要想啊 他昨天买不太到啊 就是因为他昨天买不太到 今天才开得高啊 假设 想要去锁单的人 包含一般所谓的投资人 你通通跳进去以后 大家都成交了 对不对 你说明天能够跳到涨停吗 就比方说今天的红准好了 大家都买到了嘛 你说下个礼拜能够跳到涨停吗 这种机率相对变低嘛 开高是有机会 要跳到涨停 像这样子一条线跳到涨停 就机率比较低啦 所以今天买到这个最高点的人 我可以这样子来讲就有点太冲动了 强势股的一个买进 一般不外乎几个地方 一个是日出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创新高 创新高如果带了一个空头抵抗的小黑棒 买在黑棒那个地方倒是还算合理 至于你就说这种喷出的格局 你要去想一个道理 买在30到32中间的人 是两个大量区 所以一般市场上主力成本 我们在讲 要嘛你是这一天 再不然就这两天 三根最大量的地方 成本大概在30到32中间吧 拉起来三根涨停 对不对 一根两根三根嘛 人家一定先出的 对人家一定先出的 那明天来讲的话 这个股票也不是说 高涨爆量长黑就一定结束了 空单我想大概也空在这附近 短线的融卷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 明天开地下来甩一甩 十字均线就守住了 只是说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赚到那种强势股的快钱的话 应该还是要把握日出跟日落 那明后两天 当然我们看一下连仓嘛 对不对 像他今天就这样说了 他这个是第四根被打开的 那明天周一如果能够收红的话 这个应该会有一个反攻的行情 毕竟就是集团股还在做一个发问嘛 那你看网家为什么他打开就不会跌下来呢 其实不应该问今天 昨天就是了 这个原因就在于说我讲的嘛 你看嘛 你在跳空之前很多人买到 这个是在跳空之前很多人买到 他一定会出啊 那网家突然宣布 这个统一集团入股 在集团之前有没有人买到 没有啊 这哪有量 这几乎没有量嘛 你就算是有K棒也几乎没有量啊 所以你打开卖价重不重 前面一定不重 但会越来越重 因为这一天追的人今天也赚到钱嘛 但量会就是会开始越来越重 所以这里说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讲了 行情就是如我所说 买新的股票会比较有利嘛 像凌光三双地我们玩多久 大概一个半月了吧 现在已经到第四周第五周了嘛 你难免就是里面人多 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对不对 那对于黑棒跟长上引线的看法 我觉得 我的看法当然是比较前卫一点 其实通常会出现这种现象的股票 它都是提债很好 再不然就是很流行 对不对 比方说像这个 今天出现一根长上引线 带一根黑棒 我认为这个只要量缩很好的机会 因为它这个题材很独特嘛 去把那个母公司并下来 又是一个国际型公司的台湾 又没有人跟它比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同类型的股票 你看乔珊他们都还蛮强的 对不对 乔珊对不对 义莱 这几只都蛮强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川宝 川宝今天就是属于昨天锁进去的人 昨天是不是也跳进去 不多啦 还好 还可以接受 所以它这个打开以后也会炸 但是不至于像东友炸那么开 那有的人说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这个所谓的卖压 我那么不会啦 这里的卖压并不很重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地方很多当时都已经冲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一件事我说的 就是很多的股票在强势股创新高之后拉回三到四天 已经开始呈现什么 有力的反攻 那一旦这种带上影线跟黑棒的股票出现有力的反攻的话 它就会呈现出新的一个波段 我举例 今天大家最重要的当然就鸿海家族 那鸿海家族当然我们在上礼拜四跟大家讲过 这个最重要就是这根上影线 这个上影线就是重生的日子 有人说上影线不好吧 那其实不会啦 那上影线我们看到两根上影线再带一根下影线 形成了一个组合K 那今天顺势的就往上创一个新高 鸿海集团是这样子 其实 川普上一次在任内的时候 你们还记得郭台铭有去威斯康星 什么典礼 对不对 那因为后来川普也没连任 这件事情也后来有类似不了了之 现在有的民主党他在打选战的时候 把这些话题拿来调侃 其实我觉得不用调侃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问题 如果川普真的回去又当了总统的话 说不定这件事情原本胎死腹中的又继续 对不对 变成一个新的这个概念 所以今天很多人把资金压在鸿海家族 合理啦 确实合理啦 你这里要压集团股 要压川普的话 郭台铭确实川普握过手 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那个照片 我记得很清楚 那我们看一下车用基线限数 这广宇 广宇的话当然今天也带了一个成交量 然后站到颈线的上面 它这个等于是有确认穿到颈线上方了 而且是站上季线 这些股票等于都开始发动了 都开始真的在做一个发动了 那以胜当然也是 以胜其实大家仔细看 目前这样子你看 好像看不住所以然来 你看这根红棒 它的三分之一的范围 没有破过 没有破过 连这根黑棒带破坏量都没有破过 你看高档创新高以后 怎么样甩 你看 它都在这边都没有破过 它这种 当然以胜我们说 它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没有新鲜感 对不对 可是很多没有新鲜感的股票 像今年包括东元集团 它反而会给你换了一心的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今年股票也是一样 今天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说集团股在东元以后 在华兴立华以后 然后在统一集团以后 对不对 你看以胜还有今天建汉这个走势 还有红准 所以我用红海家族这个地方是有机会的 那郑威这个也要算在内 郑威不但有机器人 AI算力还有再生能源的概念 三个都有 这些都是所谓集团股 在右下角 刚刚开始要来做一个放量发动 这有通 这个是友达集团 这个公益电脑 今天看起来的话 也创了一个新高 创了一个新高 原木专案本周将带你提前来做卡位 我们今天有买股票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一次提前来布局 投信跟集团第四季的作战股票 作战股票是这样子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涨得四十度角 越来越快 到了大概差不多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大概到十二月中旬的时候 会进入一个高峰 可是起涨点大概都是在 第四季刚开始的时候 现在这个地方很明显 买盘本来要进场 但是被台风跟美国大军耽误了 那么想法上的话就是说 卡在别人要进场之前 你想看现在在这边观望的人 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 被迫一定是在选后进场 还不如你卡位卡在前面 对不对 原木专案不管是 播电话进来还是礼拜几 最重要下个礼拜 一定要先来提前做参与 好 我们先进来一段广告 进一段广告稍后来 我们这次从很多高股息的ETF去看 大盘在下跌的时候并没有提供一个 比较好的支撑力道 对不对 反而是涨的时候也有点抗涨 那这个原因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就是当然我们说有很多朋友 你席也领走了 你有这种感觉 你也不在乎它的股价 可是如果说 你看看你手中的ETF 你发现其实你在乎股价 那就代表什么呢 其实你以前并不认识你自己 对不对 很多时候人要认识自己要经过一件事 某一些事 某一些有缘分的事 比方说你认识这个人或你吃这道菜 你才发现说原来你也可以吃辣 原来你喜欢吃日本料理 原来你并不讨厌奶 原来你喜欢这样子的人 那这往往是要经过一件事情 就像我常跟大家讲的 很多人以为自己喜欢做长期投资 喜欢做有产业的 有基本面的 有故事的 有法人的 但往往你实际跳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说 很多他们的股票往下跌的时候 也是不见得这么样的容易 那这一件事情就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散热系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对吧 你从这一次这个双红的拉回 甚至你说黄金光的拉回 那你会发现反正的股票 正在拉回的时候 其实下档的支撑并不见得比较好 反而破的时候也有点势如破竹 对不对 所以我是很少数跟大家讲心里实话的人 我就会直接告诉你说 不要去在乎那个 其实就做那个最短线拉上来这一段 赚到把它除掉就好 而且我认为现在这个趋势会一直延续下去 2025年也不例外 你们不觉得很多所谓三大凡的力量开始减弱了吗 现在的投信 你买进去一档股票 大家还要在那边闲 先去猜你是ETF买的还是主动型基金买的 猜完了以后买完还要看你会不会被盗 然后在那边弄半天 你还股票不见得会拉 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现在投信要配合集团 配合当下最有利的条件 它才有利 好那我们看一下新唐 新唐今天开高以后有压回 稍微小翻黑吗 其实新唐这个算强了 毕竟就是说有台风的一个问题 然后昨天买进去的量今天早上全部倒出来 其实也才跌到1%左右 而且是尾盘才好不容易压回 根据过去的惯性 每逢黑棒都是买点 这个惯性逻辑来推的话 下个礼拜 还有一个机会往上 那另外我们看到该集团的金城科 也是华信集团 公布了一个前三季的EPS 开始开高之后 留了一个上影线 那这同样的道理 回到昨天的说法家附近 但是呢 昨天跟今天没有不一样 只是他公开了一个前面三季的数字 那公开了以后呢 留下一个上影线 那我问你 这上影线可怕吗 我认为不可怕 这上影线就是帮你把前面这些都消化掉了 这个战装纪线一样反攻 皇冠电强帽集团 吞掉这些黑棒以后 今天尝试站回纪线的上方 我认为今天只要能够上涨的 如果你是表态型的 日出或者是站回纪线上 时均线上方的话 都代表说比大盘先拉回先直稳 好那我们看一下伯雷 还有包括恩德 这些半导体的设备 有发现一件事 很多都直稳了 这就是我在上半场跟各位讲的 很多的热门股拉回后开始呈现直稳 包括陈并电站内都是 看起来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选举完以后 应该会有一大段行情 那我们看一下鸿海家族 鸿海家族另外一个 Amax就是那个一冷机柜 好那这样是帽连 帽连的话就是拉回到连接器 那这里有车用跟AI的一个概念 它是属于指标 但是说真的帽连要吃到什么大肉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 大块的鸡腿在下面已经被人家吃过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杨博 那这里我们看到切进到一个先进封装设备的一个概念 今天有留一个上影线 很好 留上影线代表当冲克先出掉了 守在十字均线的上面 三方这些是属于切入半导体的材料 那这是环宇 那环宇的话 看它出关表现得怎么样 那今年还有两个月 今年还有两个月 我认为这里有几个概念 圆梦专案本周将参与 提前带您来做一个卡位 礼拜一礼拜二就是最后的进场点了 因为这个地方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要出炉了 投兴趣咬到集团第四季操作当中叠加的股票 就是我们这一步的重点 环宇的话进来我带您做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或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但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次付投资风险